網紅晚安小雞12號晚上疑似自導自演 假裝闖進了柬埔寨的詐騙園區 還說自己被毆打軟禁 但是眼見網友戳破之後 現在柬埔寨的警方開始有了動作了 他們依照散佈不實訊息最嫌 將晚安小雞帶回警局做筆錄 我們的刑事局駐外聯絡官 也會持續地跟當地保持聯絡 根據先前類似案例 柬埔寨警方可能會依照煽動歧視罪 提供虛假申報等罪來著手偵辦